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遇害 那林子盈跟这个朱立杰 那这个加害人是也是本国人张志阳 那这个事情当时也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那因为那个其中一位受害人 就是林子盈是在我的选区内 其实我从年初就帮忙他们的家庭 做很多背后的协助 包括到日本去了解跟调阅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这里面就凸显了我们其实司法附助也好 或是说对于这个犯罪被害人这个保护法 在实施之后有一些问题 怎么讲我们的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是 保护自从第三十三条删除这个互惠原则之后 对于非我国国籍但在本国领域的被害者 如外国的旅客乃至于非法入境都可以申请被害的补偿 但对于反而是我国的国民 不管被害人或加害人都是具有我们中华美国国籍 在境外就日本 却没有办法去试用这个 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那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讲 其实在这个过程是折磨啊 要花非常多的心思跟资源 而且还冷痛的这个伤痛 那我们的外交部门也好 法务或者相关的这个单位啊 其实也是没有一套整个建立单一窗口 或者是一个整合啊 来当做一个专案来处理 那所以我当然也有对于修法 有请相当多律师专家进行研议 希望能够在一方面是在这个个案上啊 还能够做及时的协助 把雪中送炭啊 剩余这个我想是更为重要 那在法律的这个研修上 我也知道很多的委员有提出修法的建议 法务部也在研议当中 不过我是提出比较务实啊 能够兼顾到对本国人的保护 但是又不会扩及到 我们在海外的所谓的侨民 那个毫无限制的范围 要去保护这些所谓的这个被害人 如果是具有国籍的话 那我讲这个背景啦 一个方面是在法律层次 一个方面在这个个案的层次上 那因为个案的家属 其实他们是非常好的这个家庭 很为他人来着想 所以一支其实是外界也是有些误会 以为说这事情已经解决了 事实上家害者的这个张家 的父母对这件事情是不闻不问 那然后我们政府单位 几乎是啊 就是相当的 比较是保守啦 或者比较被动 比如说带身份证字号 这个家害者的这个身份证字号的这个 要去这个申请了解 以寻求啊 这个法律假扣押 因为对于家害人 他是不是有这个财产 可以这一个赔偿的问题 民事诉讼啊 也单单以这个事情 外交部跟法务部啊 就一支 推托 所以没有办法禁止民事求偿的部分 托到现在 这个不在于那个实质上是赔偿多少了 而在于责任 跟对当事人的这个名誉啊 怎么恢复 因为这个案子不是如当时媒体所讲的 是感情纠纷 基本上是一个谋杀 所以 但是媒体已经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说这个家属 这两个家庭真的是 我如果说为他们来讲 就是个二度的伤害 因为在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 好 那么 法律的部分 我待会再讲 简单就是 这个个案 我们的法务部 跟外交部啊 我也召开过协调的会议啊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在善后中嘛 包括日本 日本也是 这一个已经有一些调查报告 侦查的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也确定基本上是谋杀 这样的一个性质 那么我们政府 是不是能够成立单一的一个 专案的一个窗口 跟这个小组 来协助 来真正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最好的善后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要就是表达的是 对于这一个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现在是才属地主义嘛 所以我国籍在领域外 遇到这种事情啊 事实上 如果我们 以户籍法 去限定啦 就是必须要 如果出境两年以上啊 那就是 已经签出登记的这个 犯罪被害人 不在 保护的范围啊 这样就可以排除掉大部分 大部分的这个所谓侨民 不会毫无范围 那同时啊 也修改三 这个 就是限说啊 我们在国内 对于国境内 对于啊 这个非我国籍的 这个保护啊 应该限定在合法居留 或定居的 非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个这样子就比较对的 就是说 对于国人的保障 跟对于非国人啊 在台湾的这个 居留或定居啊 才予以纳入这个 被害补偿 以上两点 是不是请我们市长 能够回答一下 第一个啊 因为 依照现行的法律 我们对于 在其他国家 发生 有这个死亡 或者是重伤的结果 我们依照 跟刚刚委员提到的 没错 依照我们现在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规定 是没有办法给予补偿 那事实上 也不适用犯罪被害 犯罪被害人补偿法 相关的 这些保护的措施的规定 但是 我们法务部愿意 这个 去 去 这个 提供心理的辅导 法律的咨询等 相关的协助了 但是因为 刚刚委员提到说 成立一个单一的窗口 但是因为我们事实上 我们没有办法到 这个 日本去提供这样的协助 我们只能在台湾地区 提供心理的辅导 法律的智商等等 辅助 我们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来处理 所以 事实上 成立单一窗口是 没有必要的 这个第一点要说明 第二点 要修改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来 改 这个 修正有关 犯罪被害补偿的对象的问题 那这个是可以研议了 那我们法务部 目前正在研议当中 当然委员提到 就是说 如果在我们 台湾地区有负集 然后在国外 呃 排除他这个补偿的 这个请求 哦 那这个也是可以研议了 那这个当然 我们法务部 正在研议当中 会把委员的高见 纳入 这个我们研议的 重要的参考 好 那么 第二点我想 我的意见 我也会透过提案 倒是说 第一个 其实包括在律师 其实包括在一些侦查结果 因为是日文 其实真的是 我们外交部 但今天外交部没来 其实应该负起责任 来协调 调阅 或者是说帮忙翻译 或什么 其实这些协助都没有 所以你看那个家属 其实他们非常明理的 但把他们整个交涉 到目前为止 遇到的困难 其实外交部也 也有掌握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求偿有时候 不在那个数量 或什么 其实在于 对于被害者 不管是名誉上的 或者是一种精神上 的一种补偿 那我的意思是说 这里面有涉及到 有一些司法互助 或者是说 我们对他们的一些 司法单位 警示厅或相关的 这些资料 其实未来 在刑事或有一些案件上面的 这一个合作 其实是相当重要 我是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说要跟他们侦查 的这一些报告 来做这个影印 或者是索取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 目前是可以有这样的管道 来向日方 索取相关的这个调查的资料 目前是有 好 就各案 当然我们目前台日之间 还没有签司法互助的协定 但是各案 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 法务部 因为你们 其实你们跟他们合作 还多于 外交不太广了嘛 包括不起诉 处分处 因为家爱人也自杀了嘛 其实这些东西 现在日本的 这个学界 法界是非常重视 因为这一个个案 凸显了很多 保护不足 或司法需要互助 所以搞不好 透过这个个案 对双方国民的往来 在台日之间 因为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其实透过这个个案 来加强进一步 台日的司法互助 当然涉及到 这方面 我说这个个案 对他们来讲 是几乎是挑战了他们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也没有办法 按照他们现在的法令 也有所不足 所以我是认为 法务部啊 应该积极的利用 这一个个案 让这两个 就是说 平牌牺牲掉的 一个年轻的这个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的 这两个女孩子 能够使得 今天有一些意义 能够避免 后来的人 未来的人 受到这个同样的 遭遇的时候 能够有弥补 或他的家人 能够得到协助 所以不要让这个 两个人平牌牺牲掉 我是希望这个个案 日本非常重视 其实法务部 也能够激起 这个个案 跟对方 来研议怎么样 去检讨或改进 或促进 双方面的司法互助合作 是我们会 我还是会强化 台日之间的司法互助 那当然如果 这个个案 因为其实一个个案 就挑战了 既有法律体系的不足 是 我是说不要小看 它只是一个个案 善用这个个案 来去促进 台日之间 司法互助的合作 是 好 谢谢 谢谢